公园里的家 电梯 花儿洋房 下楼就是万亩黑棕林 转过身 这边就是沙滩和大海 看这个小区 这才是公园里的家呢 电梯 花儿洋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今天老马是受咱们北京阿姨的一个委托 给他拍拍他家这道房子 看这个园区 我这个园区的绿化真是 我感觉是跟爱联湾真的是有一拼 而且他这个位置特别好 下楼就是咱们滨海公园一期的黑棕林 这才叫楼下就是万亩黑棕林了 我看有时间我用这个无人机 我给大家拍加一段无人机的镜头 往后再加这套房里边 大家知道这个区位 包括小区里边的绿化 北京阿姨在这个小区里边有三套房 有三套房 他这个儿女现在工作调动 所以是不能常回来 所以把这套房子呢 就是这个对外 大家也明白老马的意思 咱们就不用说直白了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 给大家拍拍这小区 我比较喜欢这小区的绿化 最后呢我上去给北京阿姨 拍拍他这个几套房子 一个75平的一个小平方的房子 看看这个小区 这个绿化 而且从这个小区呀 咱们有个东门 开个这个小门呢 直接就可以通过黑棕林 直接去海边 这是荣城海边黑棕林 最宽的一块地方 也是富氧离子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看这个小区 出去的话就是这个 俗说的说 万亩黑棕林嘛 旁边这块有个小脚门 直接前面就是出去 就是遍海公园一齐的黑棕林 黑棕林前面就是沙滩和大海 而且这个小区呢 就是去咱们这个九龙城啊 像咱们综医院呢 什么樱花湖啊 都比较近 就是生活很方便 刚才这个一会儿 我才采访一个阿姨啊 这个阿姨看到 对这个小区的一个评价 大家也听一听 现在咱们来到楼上了 这个就是咱北京阿姨的一套房子 小房干干净净 南向的客厅 厨房呢和卫生间呢 也都有窗 毕竟阿姨这个房子 别的不说啊 确实很干净整洁 而且这些东西呢 就是都带着 可以说是咱们来了 就省去了装修的烦恼 包括买东西啊 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像这个这些 而且呢 楼下就是海 什么叫万亩黑棕林 这才叫楼下 就是万亩黑棕林呢 这个小区包括 你看看咱刚才 大家也看见了啊 这个小区的绿化各方面呢 也非常非常好 75平 电梯洋房 而且呢 这是公园里的家 真正的是公园里的家 这就是咱们楼下就是滨海公园一期 这个因为它暂时现在没在这边嘛 这个都刚才都遮上了 用这个布都把房间都遮上了 看这个楼下 确实很漂亮 房间挺干净 空调屋里边也有 真正的拎包入住 这个北京阿姨这套房子呢 我也给拍完了 所以说就很多人说啊 就是海边的房子没有不潮的 但是你听一听实际在这里边居住的人的感受 不是所有的海景房 它都是超市的 对吧 你看那超市的 有的你想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去超市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季节都超市 其他的 你说空气和环境 真的是 你在融城 你说对面的空气和环境 其他城市真的很难比 包括干净程度 行 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喜欢老马视频呢 可以帮老马点点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